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不育的时候 我们要获得一个好的效果 最少要坚持三到六个月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说男性的精子排到女性体内 当男性精子进入女性体内的话 24小时以内是最好的 也是我们最佳的收运时机 那么还有很多精子可以存活到48小时 那么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的话你的精子可能活力就会越来越惨 有好的精子就会越来越少 个别的说也有报道说可以活到72小时的 但是可能一般来说 咱们24小时最佳期 48小时还有一部分 那么当然再超过72小时的话 可能来说你这时候在女性体内可能存活就很少很少 国外以前也有说在一周以后在女性体内找到了这个精子 但是这是精子 已经是死精子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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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